老天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个特质上面 能够充分做到很好的发挥 陆存心被称为成望之心 把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祖心 他的优势的优点加倍的呈出来 让祖心的心要状态可以非常的旺盛 看在哪个宫位里面 今天来谈一个 在传统上面来讲 斗树有分为北斗星星南斗星星 这颗星一般会称为中天 不是那个一点都不中立的中天频道 而是它就真的是最中间性质的那颗星 叫陆存心 这个星其实在早期的斗树里面是不存在的 它是介至于八字 连带的把八字中的阳刃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陀螺 连带的这个陆阳陀 是一起被借用过来的 那这个陆存星呢因为并不存在于极早期的 极树陀里面 它并不存在这里面 那后面呢 我们跟大家讲过嘛 极树啊它是在慢慢慢慢形成的过程中间 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极早期之前 它只有十颗祖星跟那个左右昌群 总共十八颗 所以在很早期的时候 它叫太乙金锦 叫苏天机 叫十八飞星 等等的 但是呢 那个是很早期的事情 那现今的折抖树 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在清朝中叶全部的完备 并且绑进了风水 秦门顿驾以及很多地方型的树数 变成皇家御用的命靴 那这个过程中间呢 把陆存心绑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古人开始发现说 这些介至于天文学的十字科族星 他在人的身上呢 整理出了一些特质之后呢 可是有些时候 却发现啊 有些星看似 可能状况没有很好 可是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 那他就还发现说 原来啊 会有些迹象事 有些人 同样的人格特质 他放在对的地方 他人格特质反而是好的 所以古人认为说 一定有一个老天所给予的力量 然后呢 来帮助某些事情 那当然这过程中 陆陆续整理出来 很多很多的 这种不管是星药的增加 或是公位解读的增加等等的 但其中有很大的主轴 就是录存这颗星 所以他不去属于十字科族星的任何 一个体系里面 因为他是独立存在的 那他是什么 他就是老天给了每一个人 你在某一个公位跟某个星药里面 有这种上天 或者是你天生的特质 去能够让你的这个星药呢 能够做出比较好的发挥 我们跟大家讲过说 十字科族星都会各自代表你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植卫是你的自尊心 太阳是你主导一切的决心 天童是你赤子之心 巨门是你的不安全感 每一颗主星都有它的意思 破君是你梦想的所在 贪囊是你欲望的所在 七煞是你的坚持 天机是你思虑的地方 天良是你的天生的善良层面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人性的其中一段 那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质之外呢 有些人他就会把某些事情做得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同样我都在乎我的自尊 每一个人都有紫微星 可是有些人把在乎自尊的这个事情 他发挥的比较好 所以我在乎我的尊严 所以我会好好念书 所以我会重视别人对我的看法 然后把他做好的发挥 有的人重视别人的看法 是不断去跟人家抗争 你要重视我 可是有些人是他会求于自己 希望别人看到他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掉 所以你会想要去跟人家沟通 你会想要别人能够了解你 这个就是聚门心 我内心的不安希望跟你沟通 所以聚门为什么会被视为是 源与沟通的一个心要 那源与沟通的过程中间 如果你加上了煞心 你受到情绪影响 那当然就容易在口舌上得罪别人 这是为什么聚门心会被认为是 口舌是非心的原因 其实只是我想要让你了解我 透过言语让你了解我 那我透过言语让你了解我的 这件事情 我如果很会说话 跟很懂得把这个专场发挥出来 那是不是就会让你相信我说什么 可是如果我只是想要跟你沟通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十颗主心各自代表 我们身上的某一个特质 可是这个特质呢 每一个人都想要跟人家沟通 每一个人都想要有主导自己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有重视自己的金钱无趣 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每一个心要特质 都有能力发挥的很好 但是有一些人他在某一个点上面就发挥的很好 有一些人呢 他就不信 那老天很公平 老天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有一个在十颗主心里面呢 当然应该简格来讲是十二宫 在某一个宫位点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的给予呢 在斗数盘上面呢 就是用露存心来展现 所以露存心呢 被称为陈旺之心 所谓的陈旺的意思就是说 把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主心 他的优势的优点 加倍的沉出来 然后让这个主心的心要状态可以非常的旺盛 所以就是说 他会把跟他放在一起同工的主心的优势发展出来 然后以此来解释说 每一个人你的天生的个性特质里面 你必然会有一个事情是你很擅长跟专长的事情 那当这个主心跟露存心放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他沉旺的主心 所以呢 他当然跟太阳放在一起 太阳心要主导一切 主导一切 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因为他扛气一切的事情 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被他照顾了 因为他就如同父亲一样的会保护你 但是照顾跟保护的同样时候也有可能是控制跟管制 我就是为你你好不要再吃那么多了 但如果你老公这样跟你讲 我就是为你好 你不要再胖下去了哦 你是不是也受不了 但他如果 你不要再胖下去了哦 那我每个月给你20万 你是不是会觉得 有被照顾到了 那你就不会觉得那么讨厌他 有人呢 不断的跟你沟通 可是呢 他只会啊 用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跟你沟通 你那个事情为什么都不能做好啊 为什么都会迟到啊 为什么那个 大家可以在时间点里面啊 把功课做完就是不行啊 可是我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比较懂得说话的艺术 比较懂得用你喜欢听的方式讲给你听 那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容易听得进去 那这个就是巨门加露存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露存星就是把每一个星药 他擅长那件事情 让他做得比较好 所以他叫陈望祖星 但这不表示星药里面 另外一面的特质 他就不出现了 所以这个太阳星呢 他还是在管你变胖啊 但是你的接触度会比较高 比如说露存星跟祖星放在一起的时候 祖星上面本身具备的那个可能的缺陷 他并非不存在 而是他懂得发挥他优点这件事情 让你暂时没有看到他 这个就一开始我们对于露存的解释 老天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个特质上面 能够充分做到很好的发挥 那看在哪个工位里面 这个就是露存星基本的结构 以及他为什么被从其他数据上面借用过来 在斗数上的原因 因为很古老时期单纯的斗数 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么细腻的解释 同样的俱门星 没有错他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某些运现只要杀机进来 他个性控制不住 他就跟人家吵架了 但是呢现实的情况 却是即使我控制不住 我要跟你吵架了 但是因为我就是特别会讲话 所以你跟我吵不下吵得起来 这个就是露存最后被放进来而存在的主要的概念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露存 旁边没有主星是空宫 是没有主星的 那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没有人可以帮助 没有人可以发挥 没有人可以帮衬 所以呢就表示说 因为既然你是空宫嘛 空宫必然要借对共的心要过来 那有可能会产生可以借不能借 如果他不能借 那我不晓得说 我到底该要发挥什么样的力量 我不晓得说我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或怎么样子的特质去处理我这个公位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一般来讲 空宫加露存 而这个心要不能借过去的时候 你有碰到鹿羊驼以及仓曲 你不能把空宫从对宫借主星过来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讲说这个人他对他的公位是没有安全感的 因为这个人他会不知道说 我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公位里面给我的功课 那如果说他可以借呢 如果可以借的话没关系 他就是借过去了 那借过去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是譬如说你是太阴天通走钉 然后对面有个露存太阴天通在指的这个位置 那一样的太阴天通借过去之后呢 他就是用这个露存去帮忙的太阴去帮忙的天通星 偶尔借不过去的时候会有点紧张跟不安 那只要可以借过去的时候呢 他就会能够很好的把太阴跟天通的力量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露存啊 为什么会最后会被放进折头树里面 以及他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跟原因去帮助那个祖星 谢谢大家